接下來我們講一下本機檔案讀寫 Transformer新的功能它有支援在你的電腦上面直接可以 直接可以讀寫檔案 所以換句話說你可以把你偵測到的感測器的資料 可以用檔案的方式把它存起來 那也可以讀出來 所以當你沒有網路的時候 它是可以做記錄所使用的 那一樣 用S2A 開啟本地跟網路的部分 然後直接連線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 網路的部分 它的 積木在這個地方 目前有這 123456個積木 那我們有建議它再增加一個 可以偵測到檔案裡面總共有幾筆資料的積木 那這個部分它正在修改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幾個積木的意思 先把它拉出來 好 好那麼首先這個資料 好這個資料指的就是 當我們在 讀取資料的時候 你資料讀取 比如說這個檔案裡面的第幾行的時候 當你執行的這個積木 那你所 得到的資料就會放在這個資料裡面 好 就會 放在這個資料裡面 然後 好這個積木暫時我們 我們會再建議它做修改 暫時好像沒有用到這個的機會 然後另外 儲存資料的部分 跟附加資料 這兩個積木 有點不太一樣 那儲存資料它是把這裡的資料 直接寫進這個檔案 然後呢 它會把舊的原來 在這個檔案裡面有的資料 就會把它 取代掉 消失 所以 就會只剩這一個資料 那附加呢 附加的意思 它就是 加新的資料 資料在後面 所以原先的資料都還是留著的 都還是留著的 那這個就是 把檔案打開 好 那麼 它可以 它可以寫入的檔案格式也蠻多種的 那這是最簡單的 文字檔 那 我們舉例來講 那它也可以把 路徑放進去 你要把檔案存在哪裡 你可以一併把路徑放進去 那我先來 對低疊 來附加一個文字檔 那 好 那我們先 試試看這些資料 比如說 附加一個 一串數字 丟到這個資料裡面 那你一開始有沒有建檔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它在儲存資料跟附加資料的時候 如果你原先是沒有檔案的 它自己會建檔 所以我直接點兩下 現在資料應該已經加到 這裡面了 我再點兩下 我點三次 所以應該會有三份資料 好 那麼我把檔案打開來看 有沒有 這裡就有三筆資料在裡面 那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當我在繼續附加附加資料的時候呢 那你在 把這個檔案打開來的時候 這時候開的是剛剛舊的檔案 因為這個祭司部它不會隨時更新 請你記住 祭司部不會隨時更新 所以你要再去開啟一次 然後去看 新開的 這裡就會有新的資料 所以祭司部本身 它是不會 隨時更新的 檔案都是一樣 那 所以這是附加資料的部分 那如果是儲存資料的話 我現在隨便存一段英文字 我直接點兩下 各位在 我們再打開一次看看 那你的資料呢 就會進來 那資料進來的時候呢 它會把之前舊的檔案全部洗掉 所以這是 儲存資料 儲存資料它會把舊檔洗掉 然後附加資料它就是一直加新的東西過去 那我再附加 附加一下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如果說是以這個檔案來講 現在它有 五項資料 那五項資料的話 我如果要讀取本機資料的時候 我如果讀的是第一行 那資料應該就會是這串英文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今天讀的是第二行 好 然後 資料就是數字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讀取本機資料的部分 讀取本機資料的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給各位參考 來 好